去找答案 這一次週末我到了上海去 我找了老外 找了台幹 然後找了ABC 然後在那邊我們去吃飯 結果呢一群人到餐廳 先來看一個中餐廳 然後叫了一些菜 那個手機拿起來 他用手機點菜是 我們一桌人吃飯 可以董哥點一道菜 費委員點一道菜 聖豐兄點一道紅薇點一道 我一點一道全部我們個人點一點 整合起來 然後呢開始說總共多少錢 已經下單的菜 是哪些還沒有下單的你要不要 然後要不要支付 包括連定位都手機上 直接定位然後付了錢以後 手機電不夠了 每一個餐廳這邊都有一個 充電寶 你掃一下就可以充電了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 好那難道只是 好的餐廳可以行動支付嗎 不是 你到街邊的小店去吃個烤肉 去吃個囊 每一張桌上都是支付寶 掃一掃 你看這種清真餐廳這種很 很家常的去騎腳踏車 手機拿出來 看一看 有很多很多的共享單車 掃一下腳踏車騎走了 OK OK 騎去完了 然後路上你看到的 除了腳踏車很多機車還有各種各樣 全部都是用電的 這是一家老外 上海老外最常去的一個雜貨店 你看這邊在排隊 這邊在排隊幹嘛 他們點了菜以後 大家手機拿出來 連雜貨店手機掃一下 就付錢了 所以在上海的人 現在出門都不太帶現金 晚上逛夜市 吃餅 這個連夜市的攤子 這邊都是一個 你掃一下 你掃一下 你也不要用現金 前陣子我到大陸去 真的他們非常落實 連路邊攤 推一個車子賣水果的 他說你要用哪個支付 哪一個支付寶 哪一個微信 哇這天哪 太厲害了 全球第三大的電子錢包的一個創辦人 他說啦 他說以前我們總想著向矽谷學習 但是如今在行動支付 我們應該向大陸學習 為什麼 這個行動支付在大陸如火如荼 他不是未來市 他是現在進行市 他作為一個無現金社會的技術或平台 絕對是我們必須要面對跟接受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管制他 而是要接受甚至怎麼樣 讓他鬆綁 所以說呢現在這個 包含之前的共享經濟 台灣都落後 所以這一邊說真的啦 金管會 布立雄上來也好 你這個部分至少也幫台灣 開創一條生機吧 金管會應該是要最專利 最中立 最沒有意識形態 最沒有政治色彩 最執法公正 我們講的五個罪 大家都罪倒了 因為他沒有一向是符合的 他是他現在正在掌管這個東西 所以你會發現 董哥來自金門 在改革開放剛開始的時候 從金門看夏門 夏門還真落後呢 還比金門落後呢 現在金門還敢看夏門 看他們在放煙火 對啊 還能看夏門嗎 能看嗎 所以不要說金門、夏門 台北 你剛剛來這個職人講說 雙城論壇 台北跟上海比 誰跟你比啊 是在比什麼啊 沒有什麼好比 不明面對現實 我們會很慘 因為假如我們今天不能正確地認識中國大陸 我們就沒有能力選出台灣正確的未來 問題是很多人現在故意讓我們不去正確地認識中國大陸 因為他們想把台灣蒙混到我們被哀的未來 因為在台灣